还原观上讲的透彻 从一体起二用 一体是自信 真如不一 二用一阵状怨 一暴就是世界是宇宙出现 一动就出现 真暴是自己 自己跟宇宙是同时出现 没有先后 无论是一暴是正暴 都有三种现象 三种周变 三种周变我们可以称它做自然现象 第二个 周变发解 无论是精神 无论物质 我们都知道 波动 物质的频率慢 精神的频率快 那全是不同 但是它一动呢 都周变发解 那速度多快 比光 比电 不知道快多少倍 我们用光去测一个星球 那星球上放的光 要几年才能到达地球 这光年 有几十年 几百年 几千年 光才能到达地球 可是我们的物质 跟精神的频率 立刻周变发解 如果它不能周变发解 那感应就有尺俗了 有感应快 有感应慢的了 会产生这种现象 感应 都是理解的 没有尺俗 周变发解 第二个现象 出身无尽 你没法再想想 我们只用万化筒的作比喻 有一点类似 像万化筒 谁站在那边呢 分别执着这边 当你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它就不变 有分别 有执着 它就在边 极其威系的分别执着 我们自己不知道 佛说了 什么人知道 八地以上知道 七地以下都不知道 八地菩萨那样的定功 他能看到宇宙的秘密 能看到宇宙和生命的缘起 佛法里头有高等科学 不需要用仪器 他用清净性 那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 六道里头的人 用科学的仪器去观察 发现 发现跟他在定中所见到的 完全像头 但是最后这个关 禅定能见信 科学仪器不能见信 什么原因 因为自信 因为自信 不是物质现象 也不是精神现象 所以 什么仪器对他都没有处 只有 更深层次的禅定 你能见到 这八地 九地 十地 十一地 没有九 这五个层次的人 能看到 他不是假的 不是你一个人看到 这五个层次的人 他全都看到 所以 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不可以说没有 也不可以说有 等到你自己提升到那个层次 你就晓得了